云端的资料呢都放在那个应该记的网址吧 gg.gg 然后后面的话就excel 斜线嘛 excel 2打个2 VBA 其实蛮好记的 尽量就把这个网址给记下来 那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就进到这边 然后范例档在这里 当然你上个礼拜 如果那个档案有存档 你就直接开启 那我们上个礼拜主要练习到 REPT啦什么LEM嘛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个综合练习 这个还没讲嘛 那所以呢今天的话就来看一下REPT 如果我今天呢利用什么 RE 有讲过吗 讲过了 那把这个结果做出来 那如果说这个啦 当然如果讲过你 最好是一次可以把它做完 所以把重点复习一下 特别叫等于什么 等于 09 OK 一定要双0号 前后 因为它是一个文字 end 然后这个除算格 然后再end什么 end一个减的符号 那再来的话 后面的话就是要串接 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就有一个这个前面 后面的话是什么 重复几个0 就是用 你可以在这个前 这个地方在一个end end什么了 一个串接一个 特别重要这个符号 一定要串接的这个规则 可能要熟悉一下 那end rept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从这个下拉式清单找到文字 里面找到rept 这个地方 然后repeat什么 repeat0 0的话因为是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双以后 这个一定要自己加 重复几次呢 用3去减 3减掉len 好 那我们自己打len 然后算它里面几个字 刮糊有没有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就回来一个字 一个零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三个 减掉两个字 那补一个零的意思 按确定 然后后面呢 因为只有补零 所以在end什么end这个出生格 然后打勾 然后再把这个007规则一样 所以可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来 然后再把这个地方改h 因为它是h栏 然后 抓取h栏的资料 要到这边做判断 OK打勾一下 向下填满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号码就做完了 不过 你会发现呢 这个方式如果不会的话 那当然你要图法链钢来做 很花时间 但是特别注意 方法绝对不是唯一的 一定还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所以呢 请各位把这个做完的综合练习 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所以按ctrl键 拖拉加ctrl键 然后把这边改成test test应该还没讲到吧 没有OK 那什么叫test 顾名是文字 那实际上呢 这个函数呢 它主要的作用 就是说 它可以把什么 我们把这个 这个范围 选取 选取它 ctrl shift向下好了 ctrl shift向下是 就是向下选取 delete 那我们如果说 我要重新再换成另外函数test的话 那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test它的 中文意思 它当然字面上意思是文字 可是它实际上的作用是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的文字 那什么意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假设 我今天希望把这边呢 格式化的话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储存格 储存格的话呢 这个这个地方会显示到 它的格式 那格式顾名思义 就表面上看到的 跟实际上看到的 实际上内容 不一定完全一模一样 那什么意思 如果今天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制定一下 在这个制定的 类型这个下面 我输入三个零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帮我把它格式化 称三码的意思 三个零就三个数字 按确定 你会发现零八 这感觉 好像就是刚刚我们要的那个结果 可是实际上 你会发现到 这个是表面的 看到的 但实际上的你应该要看哪里呢 看这上面的东西 它其实 只是让你误以为你是零八 但实际上它里面放的还是八四 所以如果你假设在做刚刚的动作 串接零九 一然后一个减的话 再指向它 虽然你看到是零八 但最后它还是出现八四 可是呢 如果你希望 可以怎么样 你里面放的资料 可以真的帮你转换成 零八四的话 那可以借由一个函数 叫test 这个test 这个test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你希望可以把它真的变成零八四 而不是表面上的话 那透过它怎么用 这里我把它Ctrl加Z CtrlZ的话就复原 好复原 那我可以在旁边先练习 插入函数 找到的一样是文字函数里面的test test在这里 文字有没有 里面的test 踢开头的吧 那特别注意 以后要看懂函数的使用 主要就是看它里面有几个参数 两个 一个是value value是值 给它资料 formate test test一定是一串文字 什么样文字呢 其实就刚刚我们看到那个000 你就把那个000 放到这个formate test 但是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它就会自动帮你把 你刚刚的那个看到的结果 就真的变成一个文字了 所以我试一下 按确定 然后给什么 给value就这个 它的值 然后我要格式化成什么 格式化成就刚刚那个了 只是说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因为他特别说test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很多东西都忽略了 就错 如果084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他就真的你给他这个资料 他要跟你讲 84就一个数字 前后没有双引号码 然后呢 因为经过这个格式化之后 他就帮你真的转换成084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透过test函数 不用rept 其实也可以哦 那怎么按确定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就084 就真的是文字的084 那做法 所以啊 这边其实可以换一下 如果不用rept 加以伦等于什么09 然后and and什么and这个储存格 所以前面做法都一样and 再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前面打勾啦 如果你一次做不熟练的话 可以先做 然后后面的话就什么and 那刚刚是用rept 现在的话就用什么 用test ok end test 然后给他这个资料 然后给他 我要三码 三码就三个零 啊 四码就四个 依实类推啦 以后反正看你要几个 哎就几个零就ok了 然后按确定 好 有没有084 那所以后面怎么办 后面一样嘛 把这个复制一下 有没有 从and 复制减 然后复制这一串 贴过来之后的话 把g改成h 那打个勾 就大功告成 好 向下填满 哎 那如果说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前面的做法 是两个函数 而且要用三去减 这个来看的话 那你说哪个比较简单呢 当然这个应该比较简单 如果你用 你应该会用这个吧 可是如果你不会 那当然你只能会用前面的 如果你连前面都不会的话 那你只能慢慢来 那就是没办法找下班 人家都做完了 结果你还在那边摸摸摸 你会发现 现在职场上很多人的工作 真的就是因为不会这些东西 因为我看太多 你在干嘛 不是 我想说他应该很快做完 结果他没有 他在那边Ctrl C Ctrl V 在那边慢慢复制贴上 我傻眼了 我想说你这样可以混那么久 OK 那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些东西 所以他就不会了 那更不要说呢 像这个方法已经够稍微快了 但是还不够快 后面还有什么了 还有根本连写程式 根本连输入公司都不用 你直接把它写成程式就好了 一个按钮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那后面会教各位 再更上一层楼的方法 就是怎么样 根本连程式都不用写 那做法的话 待会来看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复制一个 拖拉加Ctrl鍵 然后复制一个 把它改成TES 点两下TES 然后呢 这个地方公式 主要是利用TES OK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其实这股浪潮 慢慢会 慢慢在酝酿当中 现在很多企业 在 在 在那个 还没有 按错了 现在的话呢 很 一个浪潮 就是说现在企业在 找员工的时候 慢慢 你会发现 他面试的条件里面 履历就是要你的 至少你一次要熟练 一次要的函数 就是要会吧 不会说真的 我请你来 你慢慢摸 所以真的我要教你 哦 那最好是你还会写VBA程式 甚至你会写Python程式 哇那更好 所以 以后的话 我是建议哦 如果说你希望毕业之后 那个工作机会 会比别人好的话 哦 那我觉得啊 你要会一些当下 大家都需要的技能 当然除了说老板会很喜欢 因为你效率提高之外 第二个的话 你的工作也比较快 你会多很多时间 你不用加班 哦 那再来的话 你也比较有成就感 因为你会觉得很被需要 像我以前 我觉得 我会有很多东西 我在那个职场上 感觉好像大家都蛮喜欢我的 都不会排挤我 都很喜欢来跟我交朋友 因为他们知道说 我可以帮他们很多忙 因为他们一整天的事情 我动两下 事情就帮他们搞定了 但也有时候也蛮困扰的 今天还是要低调一点 不然的话 你会帮不完的忙 OK 所以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上个礼拜REPD 加LEN 改成Test函数 好